各位观众 我们的核能电台 筹备了将近有三年的时间 现在在这个月的八号 正式的财政兴建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 财政公司的 财政司的助长 也就是 核能电台委员会的 执行律师 就是让我们谈一下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个电台 进行律师通行是怎么样 我们那个核能电台 现在是选择地方 是在我们台湾的北部地区 这个台湾大概有28公里 在永海镜上 我们选择这个地方的原路 因为这个地方的地震 要比弱 我们在这一桌上 可以看到这个表格 表格越多的地方 是表示地震越强 你看这个地方没有表格 就是我们什么地方 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在台湾 汽车地方 沿海浪的地方 这个飘沙很厉害 我们在这地方 海水里面没有飘沙 我们起到海水的时候 水对我们很严厉 最后一点呢 是因为我们的 运户 差进这个地方 我们会绝承着 我们将来的 出现的事用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 所谈的产品的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厂呢 我们说三面是山 一面是海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厂商 水在地 我们现在已经进了两台 附水是美国的 这个反应器 每一座 是六十万千瓦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便便所 我们发车键 从这里的送出去 这个看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排水口 我们从这块地 在起来的水 用完以后 从这里的排水器 那么这个山上的阴空 是我们的排水器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山子 这个地方是我们家的 仓库和办公室 那么在过去这块地上 我们看到这地方 是一个我们的 冷水式的漆水口 经过水道 通过我们的厂商 其实我想 最后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 今天就是 不能够进来 我们觉得在台湾的水粒 到底已经 差不多 开发 都没有了 那还剩一点 水粒的话 有些 主要的是 可能将来 在坚生之用 所以坚生就是 最大 这样的时候 有用 那么我们将来 大量的 进行开发 所需要的能源 主要的是 要静口能源 那么静口 什么能源 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假定是 如果我们用油的话 五十万千瓦的 一所电厂 它每一年 它需要收进来 一百二十万米斤的油 假定是用我们的 核能电厂 它在每一年 只要二十斤就可以了 所以在运输上用 这就有很多的麻烦的问题 其次 我们能源 要有多元化 不要准备了一种能源 就是也适合我们 国家安全就行 第三个 我们说 如果是到五十万千瓦 原量以上 我们在计算 计算是 核能电厂的经济 是可以 以活力的渐量 可以相创成 谈到核能电厂 我们 我们会连行到 这个核能力 安全的问题 所以这方面 我们是不是有 不完全的 一些涉及和体制 是的 从核能安全方面 我们有 非常的 完美的 这种 设计和计划 我们 在将来 在原格控制管理之下 我们从这一场 上车到外面去的 这个地区 或者路区 也都会在我们政府 所规定的 限制之内 我们对于这一场的安全 是相当有信心 好的 我们谢谢您的 感谢您的